据外交部网站12月消息 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副部长 瓦一秋·凯维秋特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践踏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针对瓦一秋·凯维秋特 恶劣挑衅行径 中方决定对瓦一秋·凯维秋特 采取制裁措施 暂停同利交通 与通讯部任何形式的交往 暂停同利国际道路运输领域交流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